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只要讲解一下AWS这款工具 那么在上一节课里,我们使用这款工具对网站进行了一次扫描 本节课我们将会对扫描结果进行一下分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工具 中间的是它扫描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右边的信息 微写等级为3 总共存在27条高位漏洞,17条中微,以及10条低微 34条有影响的信息 Together Information,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目标信息 使用的Web Server Banner,以及它的操作系统 Web Server是IS 6.0 网站使用了ASP.NET 我们看一下它的扫描分析 扫描总共用时24分19秒 请求数为17675次 每次响应的时间为383毫秒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扫描结果 先看一下外部方面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AWS扫描出来的结果不一定是正确的 我们需要经过我们自己的验证 才会知道哪些漏洞是我们可以利用的 比如它的高位漏洞有 速度注入,XSS,南马泄露,其它的目标便利 中微低微漏洞可以为我们的社工进行一个辅助 可能会泄露一些敏感信息 但是利用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右边是它的描述 这是一个可能存在一个盲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利用 它总共存在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二个 看一下它的HTTP请求 我们将它请求的内容复制一下 然后去浏览器验证一下 我们加了单一号 它报错 我们按的1等于1 是正常的 按的1等于2 是错误的 那说明这个是存在所有注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这是一个XSS 一般AWS三标出来的XSS都是反射型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漏洞 我们看一下它的HTTP请求头 我们将它请求的内容复制到浏览器中 那么是存在一个搜索框 我们尝试来搜索一下语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确实是存在XSS的 具体的存储型的需要我们自己去测试一下 因为AWS一般是缝缝不出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 这个也是一个搜注 这个也是一个搜注 这个是原代码削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利用 我们复制一下它的请求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利用 我们复制一下它的请求内容 我们复制一下它的请求内容 那我们可以看到页面上确实泄漏了它的原代码 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它的端口号 因为当时我们扫描的时候已经勾选了这个悬项 我们可以看到它开放了8013510313389以及8443 那我们可以根据它开放的端口来找一下没有我们可以利用的利用3389 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下远程登录 接下来是它的网站的一个目录 OK的是存在的 那么这个扫描结果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将它生成一个报告 选择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生成pdf或是atmr或者是word 这里我们选择pdf就可以了 OK 选择中面 保存一下 我们看到它已经生成了一份报告 那么本节课给大家留一个客户作业 那么大家针对上一节课客户散播的网站的结果进行一下分析 那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